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2007年3月 深圳警方接到一位境外网民的举报 有一个叫前宫的网站 专门进行色情视频表演 表演者里很可能有很多内地的女孩 它最主要的客户群体应当是境外的人员 包括有香港 台湾 马来西亚等地方的一些境外网民 经过侦查 民警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居住地 取证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了 深圳网警在侦查中发现 这是一个专门为境外会员提供全罗色情视频表演的网站 它的服务器设在境外 在12个类似的网站上提供色情服务 境外的人员 它通过利用互联网的无国界性 无地域性这种特点 并且利用国与国之间法律的差异 这个情况 实际情况 然后通过它本人远远地隐藏在境外 然后操纵境内的一些人员 来组织这种淫灰色情表演 5月24日深夜12天 抓捕行动开始了 要找人 特别是602里面的那几个 那是我们的重点 你先到线 然后我们进去 我把那个电脑的查证 划完之后我给电话 在这栋被郊区的出租房里 正在表演的宝贝 以及组织者小苏被当场抓获 这是深圳裸疗案中 表演女孩记录下的信息 上面的数字 是她们从每个看客那里 拿到的报酬数额 在这个团伙中 小苏一人承担了宝贝和管理者 双重角色 很多没有正当工作的女孩 成了她物色的对象 不出两个月 就有七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 答应她愿意进行 脱衣视频表演 我本身是一个女主播 就是聊天的女孩 她们怕麻烦吧 可能是 就直接从我这里拿就好了 他们说 发工资给她的叫经纪人 我说好难听 这样子 我就怎么叫 要叫经纪人呢 所以她们都叫我姐姐 就这样 小苏便自己做宝贝 便联系推荐手下的女孩 四处表演 她每个小时 可以从其他宝贝那里 抽取一定的好处费 我相计有三个月的时间 赚每个十二块一个小时 几年前 怀揣淘尽梦想的小苏 从老家来到深圳打工 做服务员的日子 并不舒心 于是 她在朋友的介绍下 开始接触视频聊天 并逐渐喜欢上 这样的生活 开始是紧张 一听到声音响 就发抖 慢慢慢慢的 就觉得 一听到声音响 就首先要微笑 你不微笑 别人就不跟你聊了 然后人家会说 我送你一些礼物 你给我看一下吗 然后你 你能接受的女孩子 你可以 你不能接受 你就不要 你要把女孩还给人家 第一个月 小苏靠视频表演 拿到了两千多块钱 这个数目 是她做服务员 工资的三倍最多 当我第一次 去楼楼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自己很惭愧 很羞耻 我就说 很快就会结束了 我挣多钱 我就去做生意 物质的诱惑 使得她迷失了自己 色情表演 让她失去了尊严 但当别人问起她 喜欢网络 还是现实的时候 她的回答 依然是 喜欢网络 小苏最终因为 组织淫秽表演罪 被刑事拘留 有听老板说过 最多就是 罚款五百块 拘留五天 这样子 存在侥幸心里 法律意识淡薄 是网络淫秽色情表演者的 普遍心态 对你而言 这一段的一段经历 在你的人生中 是一种耻辱 我不会跟任何人提起 也不敢 所以在这个期间 我尽量地去改变自己 改变现状 和小苏一样 王平因组织淫秽表演罪 被判刑 一年三个月 他原本有着不错的前途 从事淫贵表演之前 他正在北京 一所知名大学的 自考班读书 然而 之前一年的宝贝生活 让他不得不中断 自己的求学梦想 王平有一次不幸的婚姻 前夫骗走了家里所有的财产 父母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相继病倒 虽然前夫一因诈骗罪得到应有的惩罚 但家里欠下的巨额债务 却落在了王平的肩上 因为内国真的是无可走的 对我来说真的 你要去打工或者去干活 或者去工作 我觉得要还掉这笔债的话 我没有一二十年 我估计还不了 为了还钱 为了摆脱这个让他伤心的地方 王平离开了家 我爸爸那会儿就一句话 他说你有多远久多 家里肯定是待不下去 那你离开家以后怎么办呢 但是那我没办法了 当时我网络上一个很好地朋友 他就说 你现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你可走 所以我才介入的 一开始 王平还只是在网上聊聊天 像网站上的许多人一样 排解空虚和寂寞 网络成为他 替那场失败的婚姻 疗伤的地方 在网络上 我最多的时候 是扮演一种倾听者的节省 但看到同伴们 考跳舞赚的钱越来越多 王平也慢慢尝试 秀起自己的舞蹈 在网络上 开始寻找逃避现实的疯狂 看着屏幕上不断送来的鲜花 别墅 跑车和钻戒 王平发现 自己根本无法抵抗金钱的诱惑 真的有时候就人在监控身不由己的那种感觉 你在这种犯境之下的话 你除非你就能退出网络 要不然的话 你很难去避免这些东西的 网络与现实巨大的反差 让王平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为了解压 他选择了外出散心 所以我每一个月都出去走走 我每一个月 就七年一年的话 我跑的城市是我这位置最多的 去了很多很多地方 都要待下一个星期 然后回来 重新的投入进去 这是网上流传的一段 关于裸聊的视频 现实中的网络视频表演者 同样面临来自道德 伦理和内心的种种压力 项目当中那种很平凡的事 就是找个老公 嫁人 结婚 然后生孩子 就住这样一辈子过去的 虽然有很多的小波车 或者怎么样 但是基本上也拼拼顺顺过来 是吧 就人家对人家那种 很频繁的要求 对我来说好像一种 很奢侈的东西 网络聊天是 透支着王平的青春 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 客观的经济利益 后来他接受了管理员 给予的后台管理账号 协助为会员充值 并对视频表演进行监督管理 他的角色已经逐渐从一个参与者变成了组织者 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根本没想过 我只是觉得这样的话 我就不用 不用去 去那个 戏文或者怎么样 王平 以组织淫秽表演罪 被判刑一年三个月 人都是要 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是吧 做都做了 就像我当初选择我老公一样 你没办法往后边 和小苏王平不同 一些案件中参与网络色情淫秽表演的年轻女子 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都有着令人羡慕的职业 2009年9月21日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一起案件 在庭审中 一个年轻的女子始终用头发遮住自己的脸 而在庞庭席上 这个女子的父母也一直不敢抬起头来 因为这天正在审理的是一级网络色情淫秽表演案 小元今年只有19岁 她参与的这起网络色情淫秽表演案 和以往最大的不同事 这起案件的组织者 利用一款名为CF的软件 开通了网上的淫秽色情聊天平台 可以同时打开多个网上视频交流的窗口 使网友看到更多的内容 当时感觉这个也是规模也非常大的 而我从这个社前组织英会表演这几个房间来看 人数也很多 每一个进入这个平台的人 也可以主动进行表演 如果你表演的好 还能得到来自网上的奖品 在这种不断的刺激下 每天大约有四五千人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在网上进行着疯狂的现场秀 经警方确认 这些参与者分布在全国十四个省市自治区 小元刚开始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观看者 看到参与的人越来越多 他也有了试一试的想法 没想到他的表演很快得到了认可 他的身份也由一个普通的看客 即身为网站的一名表演者兼管理人员了 其实在这个组织中 有着和小元一样经历的还有很多人 白天工作的时候和学生在一块开心 非常开心 但是 但是还是无法排泄的负担 小赵今年二十九岁 大学毕业后 他成了一名高中语文教师 丈夫常年在外打工 于是上网 变成了他主要的消遣方式 他从一个普通的观看者 直到最后晋升为一名更高级的管理者 在这个过程中 他认为自己的价值 似乎得到另外一种证明 跳舞啊 或者说开玩笑啊 很高兴 然后呢 可能玩到忘情的地方 也许也有一些 也许有真正 行为 当在那聊天室的时候 很多显示 有人存在的那些 所谓的网名 马甲出现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多人在陪着你 但是我也不愿意和任何一个人 单独的私下里接触你 所以选择选择和很多人 人多的热闹的地方 你就不会忘记你背后的那个 空间里面是没有人的 网络与现实一样 有它的张成和必须遵循的规矩 开网站想赚取利益可以理解 但是这种财富的积累 应该取之有道 合乎法律和道德规范 如果一味追求财富利益 不负社会责任 把法律抛到一边 最终不仅自身受到伤害 承担法律责任 还会危害社会 损伤公众利益 他叫郑丽 几年前凭借着过人的眼光 郑丽创建了著名的音乐网站 分贝网 并且迅速捧红了 老鼠爱大米 香水有毒等歌曲 因此成为身价过亿的 80后总裁 不久前 沉浸了很久的郑丽 再次走进了公众的视线 只不过 这一次 他不再是头顶光环的网络新贵 而是变身为 一名锒铛不遇的街下囚徒 2009年4月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 网监支队的民警 在网络上发现了一些色情网站 这些色情网站的浏览量都非常高 而其中一个叫丁香成人社区的网站 最为惊人 这个色情网站的页面的浏览量 就高达7.3亿人 7.3亿丁香成人社区 与其他黄色网站有什么不同之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浏览量 从表面内容上看 丁香成人社区和其他黄色网站 没什么区别 是一些不堪入目的黄色图片等等 它都是免费观看 也就是你点了这个网站以后 所有的图片资料 所有的这个文字资料 所有的这个隐私资料 你都可以免费看得到 可以免费观看 这应该是丁香成人社区 网站浏览量 能够达到7.3亿的重要原因 观看这个色情网站是免费的 那么它就更具有诱惑力了 可是以往网站的经营者 都是靠收取的费用来实现盈利 以维持网站的运营 而现在都变成了免费观看 那么网站靠什么来获利呢 警方发现 这些色情网站与以往不同 在页面上出现了很多广告 过去色情基本上没什么广告 而现在的色情不一样 铺天盖地的广告 无论是弹出广告 还是自身的那个广告 都非常多铺天盖地 广告是怎么回事 仔细看这些色情网站上的广告 基本都是关于各种性保健品 手机窃听器 挂码网站 视频聊天等内容 其中这些网站 共同推广的 就是一个激情视频聊天的 这么一个网站 激情视频聊天 到底是一个什么网站 为什么这么多的色情网站 会同时发布它的广告呢 民警点击这个广告链接 电脑立刻进入到了 另外一个页面 民警随意点击了 页面上一个女孩的照片 电脑屏幕上 立刻又弹出了另外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是注册的页面 就是你必须注册成为他的会员 网站的会员以后 才能进入他的聊天室 跟他的女主播进行一个互动 民警按照要求进行了简单的注册 真相开始显露 下一步就会出现一个充值的页面 然后你在里面 它有很多个选项给你选择 比如说两元的体验架 包月 包莲 然后大富豪 超级大富豪 这样的一些 有不同金额的一些 不同金额 不同级别的VIP会员 这其实就是一家 淫秽色情聊天网站 这些女孩 一边与客户视频聊天 一边进行淫秽色情表演 也就是俗称的裸聊 而从两元到1888元 这些不同的价格 代表客户所能拥有的不同权限 888元的富豪VIP 和1888的超级富豪VIP 超级大富豪的那两种 就是在可以获得一个 全联免费的一个VIP号码 然后在获得这个VIP会员号的同时 网站会赠送你 相应的虚拟币 但这些钱并不是进行 视频裸聊所需的全部费用 因为在进行视频聊天的时候 那些女孩会不断地要求客户 送她们虚拟的礼物 那么究竟是谁 开办了这家视频聊天网站 它到底有多大的规模 与京乡成人社区 等色情网站之间 又是什么关系 警方为了不打草惊蛇 开始从另一个角度调查 我们又顺着广告这个渠道 去最终发现广告联盟 所谓广告联盟 相当于网络上的广告公司 它是介于广告主 与广告发布平台之间的 一个中介机构 警方调查发现 像丁香成人社区等色情网站上的 那些视频聊天广告 都是通过一个叫联盟通的广告联盟 进行发布的 而这些广告发布之后 给视频聊天网站带来了多大的收入 在联盟通的数据里也有所显示 通过广告联盟得到的数据来看 一个色站 就是97XXOO97干的一个色站 一个月的时间就达到97万 干净98万块钱 这收入是相当高的了 因为色情网站 想要从广告联盟那里 获得广告业务 就必须用域名在广告联盟进行注册 那么有多少网站 在联盟通里面进行了注册呢 它的里面的注册 用户注册量有15万多个 15万多个就是 代表的就是说 有15万多个域名在它这里注册 然后从它这里获取广告代码之后 在自己的网站上投放广告 因为每家色情网站 一般都会有几百个域名 所以实际上进行广告发布的 色情网站并没有这么多 但即使这样 整个数字也是相当惊人的 那么这些色情网站 到底能给那家视频聊天网站 带取多少资金呢 就是在这个视频聊天网站里面注册成为会员的 就五千四百多万 然后总的消费量半年的时间高达一千九百多万 怎样才能找到这些网络背后的真实面孔呢 警方想出了一个办法 跟踪资金的流向 看钱到底去了哪里 警方通过技术侦查手段 最终顺利地从资金的流向上摸到了幕后经营者的踪迹 不管怎么换这些域名 最后他的资金支付全部从那个PYSS911上走了 这说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支付网关 这个支付网关最终指向了三家重庆的公司 其中重庆访问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 竟是国内知名音乐网站分贝网的创始人郑利 最后通过技术侦查 发现广告联盟和视频站的人是一伙了 都是郑利下面的公司的人做的 据了解 1982年出生的郑利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 他从四川大学雾理系装课毕业后 于2003年6月18日 和几个好朋友一起建立了163888华人第一音乐社区 及现在的分贝网 由于几个人都是刚刚参加工作没几年的年轻人 有的甚至还在学校读书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启动自尽 开门的话就需要将侧子伸子进去 然后跳到床上去睡觉 就是那种感觉 随着香香成为163888 也是全中国第一个网络签约的歌手 以及老鼠爱大米在163888上的首发 这位20多岁的网络创业者也因此一炮走红 被冠以80后网络创业者头衔而为人们所熟知 那段时间郑利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报纸版面上 其实很多商业模式在前景都真的是在异想天开 但是你没有坚持得把它执行做出来 这是很多公司为什么会失败的 或者是很多人创业为什么会失败的原因 我们想到了并且做到 郑利因创办分贝网成为名造意识的网络英雄 头顶光环的80后 可是号称身价过亿的郑利 为什么会开办黄色网站呢 这个视频聊天项目是一个新兴项目 他只要不是说有英会的表演 他也是一个正经的声音 我们本身是想做正规的聊天 美女聊天 但是就是具体的经营 我是了解但是不太清楚 就本来想走实现 但是他走歪了 这些主播啊 他们要提成的 就他们有经济驱动力 那经济驱动力造成他们自己胆子很大 2009年8月在彻底掌握了这条色情利益链条的各个环节之后 荆州警方兵分三路 在重庆、湖北宜昌、河南郑州实施抓捕 顺利抓获重庆访问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郑利 重庆采兰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戴泽严 丁香成人社区网站创办人杜元 以及相关银汇视频网站的管理者 主播小姐共20人 当时我在看历史 也是自己反思很久 就是觉得 作为一个企业家 应该具备一个基本的数字 社会责任感 挺后悔的 一个风华正冒的网站CEO 为了追逐暴力 滑进了犯罪的深渊 葬送了自己的前途 像郑利这样 为了赚大钱而涉黄的网络创业者 近几年是屡见不鲜 2007年4月15日 徐州市公安局网监处 成功侦破了一起 传播淫秽物品宝利案 一局打掉起 在互利网上开发的 恶魔岛 美图天下 怒放社区 月色联盟 美图腾 等五个色情网站 该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 是一名年纪21岁的大学生 小杜 2006年7月 他开始申请域名建设网站 起初他的目的很简单 现在这个互联网 不是发展得很强大吗 就是说 有免费的空间 任何东西有教程 只要你看几遍 就可以学会 当时就是说 想尝试一下吧 就挑战一下自己 就是说慢慢地开始 而随着对网络的接触 特别是浏览一些色情网站 小猪的内心产生了变化 刚开始我在网上就搜索啊 有很多网站都可以搜索下去 有的长达几年吧 我感觉他们没有问题 我做应该也没有问题 因为当时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吧 因为我也知道 就是说这是害人的 短短短半年时间 小猪开办了五个网站 公寄发展会员21万余人 主题帖子达17万多篇 其中大部分为色情图片和电影 他通过网站发布广告 赚取广告费用一万余元 因为现在上网的人 他一般要么就是孤单 要么就是寂寞 就是说来解决一下自己的心理压力吧 在网上为所欲为 就是不必要考虑 现实当中的一些任何问题 作为一名大学生 在经营了一段时间后 小猪也曾因色情内容违法 有过关闭网站的想法 但是出于广告商的诱惑 小猪是决定继续经营 他自己的色情网站 为了便于管理 小猪一般都是在学校附近的网吧里 对网站进行管理控制 就是在想法 做这个是违法的吧 尽量关闭 但是因为他每个月都会 准时和你联系打广告费 因为当时也贪一些小便宜吧 所以说就继续做着 网络我感觉它是很虚拟的 没有现实那么现实 就是说你在网上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无所谓吧 2007年4月3日 小猪刚刚把服务器从国外转移到徐州后 徐州市公安局网线处就接到举报 随即展开真诚的工作 一周后 徐州警方就锁定了小猪的所在地 4月12日 小猪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 被徐州警方抓固 最大的教训就是说 感觉就是说做事不能太冲动 就是说大学生嘛 但是应该很懂法的 但是平常生活当中 还是没有真正的去学习去了解它 现在就是问题都这么严重了 就是说好好坐牢好好改造 至于时间问题嘛 我估计也要十多年吧 出去再次出去的是吧 因为现在没有必要再去想什么家里的女朋友了 因为我感觉没有必要了 就是说我做到现在这个地步 他们肯定会很失望很伤心 网络虽然是虚拟的 但并非是可以随心所欲 任意而为的 在虚拟空间传播黄色信息 同样是危害社会的行为 污染了社会环境 侵蚀人们的心灵 尤其是对于心地未成熟的青少年 影响甚大 其带来的危害 不样于制毒贩毒 谈于制作网络色情信息的人们 在金钱的诱惑下 上演着一幕幕网络丑剧 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害人害己 成功没有决定可走 不能为了谋取利益 忘记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人人都有责任 还网络一个干净的空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